我们再来请教一下盛老师 大陆的对待政策 我们一直在说是一手软是一手硬 那么如今我们看到台湾的民进党当局 似乎他也在学习这一套的这种手法 我们看到前段时间 蔡英文一直在谋划赴美的行程 这个当然是对于两岸关系是个挑衅 那么同时我们看到最近 就像刚才讲的 有一些这种相关的两岸的小措施 开了很多小门 给似乎让两岸的关系有所缓和 那么您如何来看待这种民进党这种野学的大陆 似乎或者说野学的这种一手硬一手软的策略呢 其实我觉得这两个概念 我觉得可能它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一个概念 大陆所谓的一手硬一手软 我们硬的是什么 硬的是对于台独分子 硬对的是台独分裂活动 是吧 我们对这时候很硬 但是任何有利于两岸关系发展 任何有利于两岸融合发展的这样的一个举措 或者这样一个措施 我们都积极推动 所以我觉得我们针对的是什么 针对的就是试图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 那个活动和相关的一些分裂分子 我们采取的硬的服务 还有一个就是针对外部势力企图干预台湾 我们采取硬 所以我经常讲 比如说我们讲我们的一手硬一手软是什么 我们是阳谋 什么阳谋 就是说我们都是非常公开的 硬的哪里 软的哪里 别人看得一清二谱 对吧 我们的目标也是非常明晰的 就是怎么样实现国家统一 怎么样是让两岸人民在享受统一的红利 怎么样让两岸人民享受和平和融合发展的红利 怎么样让两岸民众共同享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红利 我觉得这个目标很明确 手段也很明确 是吧 我们讲经常是我们作为全世界人民 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而民进党的所谓的一手硬一手软 讲到底 我经常讲就充满了阴谋的气息了 什么叫阴谋气息呢 首先它的出发点是什么 就是怎么样维系台独的这种理念 怎么样维系台独的这样的意识 怎么样维系他们民进党作为台独政党的一党司令 所以一方面他拼命的向台湾人民鼓动什么台美关系在不断的进展 是吧台湾的国际空间扩大了 是吧台湾好像这个自己在国际上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大了 但是至于台湾民众所关切的台湾的经济发展 是吧 两岸的和平 台湾民众的扶持 他就拼命的就是掩盖过去了 这是一个 是吧 但是呢 我们也知道现在两岸关于两岸之间的实力的对比相差是日益悬殊了 真的两岸发生冲突 我想对台湾对民党当局或者说对于台独分子来说 那一定是灭顶之灾嘛 所以他要拼命的小心翼翼的回避两岸可能出现的这种冲突 所以一方面他就要表现出自己怎么样 在两关系上我是要稳定的 我需要维持现状的 你看我也是要开放的 像刚才邱教授讲这样的 这种开放是什么 一是一个是他要在两岸关系发展中 他也要避免更大的冲突 从而影响他的执政基础 另外一个呢 就是大量的巨大的民意压力 是吧 因为台湾毕竟是有选举社会嘛 没有选票 没有选举的胜利 也就没有一切嘛 所以面对民意压力 他也被迫的牛牛牛牛做出一些举动 表示我是你看顺应民意的 民众的要求 你看我是有所回应的 对吧 所以就像刚才这个主持人也讲到了 包括就像刚才讲到了 所以他就扭扭捏捏的嘛 反正老板已经回应了 我反正做一点 做一点这个 做点事出来 我说往前走了一点 在主流多少 那里边我反正往前走了嘛 总归我做了嘛 有回应了嘛 是吧 民众的要求我回应了 就可以了 至于做到什么程度 那有各种理由了 什么安全理由啊 什么防疫的考虑啊 什么这个对等尊严呢 等等等等 我经常讲我们讲很多事情就是 只要你想去做他一定有办法 是吧 我经常我们大陆经常有句话嘛 只要思想不滑坡 这个办法总比困难都 但是对民众来说往往相反过来了 是吧 任何可能进一步推动两岸交流 推动两岸合作 推动两岸之间进一步的往来和相互认知的措施 他都极力反对 是吧 我都是尽可能的把这种交流 这种互相的了解 这种资讯的透明压到最低程度 我就希望用这种方式来进一步蒙蔽台湾民众 是吧 进一步制造两岸对立 进一步造成两岸之间的隔阂 因为这个有利于他的台独统治 有利于他的一党的私立 有利于他推动他的一些台独措施 所以在两岸交流合作措施上 我们就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 陆委会他本身就起到一个踩刹车的阻力 是吧 他所有的这种推动措施 只是在巨大的民意压力下 被迫的一些反应 而且说的实在话 刚才邱教授说 这个只是开放五分之一 这个我非常赞同 对吧 你可能五六步他是走一步 反正我走了嘛 你不能指责我吧 对吧 这个总是我的往前走 我们原地不动吧 其实对他来说本来可以走六步的或者走五步的 那走一步 那我相信我可以评估他们 我觉得台湾经常有一个词 要评估是吧 要进行详细的规划 我们是要在保证我们什么安全 什么一切措施下 我们在外面开放 这个理由我就觉得 经常讲我经常讲这个理由完全不存在的 因为两岸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两岸这种开放像马英纽时代 已经全面开放过了 两岸的游客 大陆付台游客超过两百八十万 这么大的情况下 对台湾安全有危险吗 没有呀 对吧 那么现在因为所谓的安全理由 防疫的理由一个都不开放 到现在为止 不仅是旅游没开放了 就是两岸的正常的 专业往来也没有开放 现在所开放的只不过是台商 或者说其他的原因 比如说商务啊 探亲这种理由开放 其实到现在没有这种开放 但是大陆对台湾已经开始全面开放 你说开放不对 就是不对人 谁不对的 是台湾对大陆都不对的 对吧 我讲这是一个 第二个所谓的安全理由 我觉得我前面讲过了 历史上都出现过 比这个多的多的两岸往来 也没对台湾安全造成危险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所以他讲到底下回到原点 就是说民党为什么不愿意 正是因为他基于他本身与党的私利 基于他在台湾岛内 推行他的台湾理念 更好地推动所谓的去中化的措施 所以他就是以这样的理由来阻断两个交流 从而为他的这种执政理念 为他的这种措施 为他的这种一党私利 做好做更多的屏障 让他们民党自己能够在台湾岛内 我想按照他的理念 把他的逻辑 他的手段去进行统治 所以讲到底 他远远把自己的一党私利 凝驾于整个台湾民众的福祉 台湾的安全 台湾的前途之上 这就是民党的本质 这就是他为什么不断的阻碍两岸交流 所以我来讲到 虽然主持人刚才讲到一手阴一手阮 但是我觉得大陆的一手阮一手阮 我们讲不知 我们是光明正大的 是一个阳谋 对吧 他的一手阮一手阮 完全是基于他本身一党私利的考虑 我觉得两者 虽然可能形式上有点类似 但是我觉得从性质上来讲 是吧 从我们讲实施的方式来讲 还是从他的目标来讲 我们都是天差这边 根本不具有可理性 好吧 主持人 这就是我讲的这个9号观点